所以腦幹的部分的話呢 中腦、喬腦他們管的事情相對比較簡單 就是那個中腦負責的濕聽覺環色 然後眼腦協調呼吸這兩個動作 那眼腦呢眼腦管呼吸 然後呢還有心薄 搭配自律神經 然後呢去協調心薄那個頻率加快 或者是減慢對不對 所以血壓的調節的其中一個層面 你可以從心臟本身去做手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透過動脈 透過動脈的刺激動脈的收縮 這個也可以加強血壓 所以眼腦管這幾件事情 你看呼吸、心跳或血壓的維持 就是這個調節那個動脈的收縮狀態 那這個其實都跟那個生命的機能的維持有關係 所以你看那個那個搶救那種昏迷的病人之類的 休克的人對不對 通常都會動用到這些東西 是 然後輔助呼吸器 對不對 然後可能還要想辦法去用一切方式 藥物啊或者是一些儀器的方式去穩定它的這個性壓 因為如果這個維持不了的話 基本上它的整個生理機能當然就不正常 好 那 呃 接下來 接下來 再看 下一個 煎腦 煎腦配合文字瞄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反射 要講 要記 它管這一些生理機能之外 還管一個東西 就是反射 維持血壓的穩定性 然後維持呼吸運動的穩定性 跟氣體交換的部分很重要 那接下來煙腦還管了幾個 也是怕你不小心掛點的這種反射性動作 就是咳嗽 噴嚥 嘔吐 還有呢 那個打噴地等等 或者是包括像打呼這種 這個都是屬於反射性的動作 正規它管 那你看喔 從咳嗽吞煙 嘔吐 然後或者是打噴地 這幾件事情似乎都跟什麼有關 都怕你沒有怕呼吸了 因為這種狀況的人 基本上呢 比較怕 一個是意物 意物 意入 誤入 誤入到呼吸道之類的 對不對 好 然後吞煙這個動作也是啊 你 我們想說你這個食物啊 只要擠到這個地方 煙 那煙呢 煙受到那個食物 過來之後呢 它就被波擴張 緊接著它就反 呃 產生反射性的收縮動作 這一收縮呢 就把食物往底下擠 因為當時候你的嘴巴有在用力 所以食物跑不回來 對不對 然後你那個喪惡的地方 應該已經封住了 所以也跑不到鼻翔 所以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條路 就是在慧眼蓋起來之後呢 那它就順順滑到後面的那個食道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 就不會影響到呼吸這個動作的間諧 所以就發現這幾個全部都是 希望保持呼吸道的暢通 所以它管這件事情 那你呼吸道不暢通 這時候就麻煩了 好 所以 那就剩下煎囊 所以看那個煎囊這個部分的話 煎囊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位來看 就是士丘昨日那個題目在講的 那那個口超算文 士丘跟下士丘 那士丘跟下士丘 第一個先看 腦這個地方呢 總共有四個腦式 一二腦式在這邊 我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 有腦部自己分泌的液體 我們稱為叫腦脊液 所以腦脊液就是一種組織液 它是神經系統 尤其是中蘇神經 非常重要的組織液 那透過腦脊液呢 神經源可以跟血液做間接交流 有沒有 所以腦脊液其實才是神經系統 主要那個交換的這個環境 物質交換的環境 那這個是平肢體 平肢體的下面這個地方是空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是大腦所在的腦式 好 所以那個你看288頁的下面 這張駝面圖 它用的是右盤球 右大腦 然後用的是左大腦 所以兩個剛好合起來 這地方是腦式 那 大腦的這個地方 總共左右 對稱神經有兩個腦式 所以這個 我們的中蘇神經總共有四個腦式 所以一二腦式 剛好是鄰居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所以這個是左右腦式 在這個地方 天磁體的下面 那這兩個腦式呢 往下通到第三腦式 大腦本身所在的 天磁體下方這地方 就有兩個腦式 所以一二腦式 基本上它的位置 就是高度是強烤的 所以一二腦式呢 接下來再往下通到第三腦式 所以 尖腦所在的地方 就是第三腦式 所以再往下看那個 那個 這個 平子體下方有一個文字 小小的腦式 然後再往前有沒有看到一個 腦式尖孔 所以這個地方呢 再透過這個小小的管道 流到 四丘 所以四丘 所在的地方 就是第三腦式 文字上你可以自己加上去 四丘的中間是空的 裡面都是液體 所以它只有周圍的地方有幾包 那四丘跟下四丘 下四丘 然後不小心遺失了 是腦垂線 所以這個人打過不久 那腦垂線在這個地方 有一顆 不然這裡有一顆 然後用一根棒子擦著 然後那根就不見了 然後 所以這裡有一個圖圖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下四丘 看一下喔 如果你去看文字標示的地方 下四丘 那三個字遮住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下四丘 再往下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小圈圈 白色的 那那個地方就是腦垂線 所以下四丘再往下延伸上去 會出現一個顆粒 那個顆粒就是腦垂線 然後 然後往上一點點就是那個 等於下四丘 四丘呢往前 往前凸出去一點點 往前往下凸出去一點點 然後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窄越來越窄 那個地方 這個小小的一個角落 這個就是下四丘 所以你看它的範圍其實很小 可是它管的事情就很重要 好 所以煎腦呢 我們就分成四丘跟下四丘 那因為只有這張圖算是比較清楚了 因為這個已經是模擬那個 真實的腦脫開的樣子 然後這張圖其實還滿漂亮的 那個大學書裡面抓出來的 所以我們再回去看 右邊文字 聊聊八十九頁下面的地方 所以四丘做什麼事情呢 四丘基本上呢就是一個訊息的轉接站 就是如果我們從 哇 這裡 你現在呢 這些感覺的訊息 身體 身體 手腳軀幹來的這些感覺的訊息 你現在一路要從受氣感覺神經要傳上來 因為這個路齁 真的很遠 所以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像這樣子 就是呢 我現在呢 感覺神經元接 好 感覺神經元呢 去銜接手氣 OK 這個對應關係沒有問題 那可是 假設這個感覺是從我們手掌來的 然後它最後 它送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頂頁的前面那個區域嘛 對不對 前運動後感覺嘛 所以你想像這條路 比較合理的方式 應該怎麼走 好 那個電線呢 叫鏡線 你的電線不會用到處 到處拉電線 才會很雜亂 所以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 我可不可以乾脆呢 先讓它進哪裡 先去積水 就進 好 水平對照過去之後 好 看最近的積水在哪個地方 我直接先切入脊椎 然後再透過脊椎的電線的幫忙呢 開始把這個訊息往上傳 所以往上傳的時候 它是不是要經過哪邊 往上傳我們講 那個 腦幹下面緊接的延伸就是脊椎 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會路過腦幹 那腦幹的延伸就是尖腦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路過尖腦的石丘 然後再透過石丘的幫忙 你看看 剛剛那個感覺區 不是不同的地方 管不同的區域來嘛 對不對 不同的段落管 不同部位來的感覺嘛 對不對 所以尖腦這個時候 再幫你看看 咦 現在是哪個地方 哪個訊息 我應該準確的幫你投射到負責管 你的那個地方 所以所有的感覺 它會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換手一次 就是在這個地方形成圖書 你看看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分配的終極站 你感覺訊息上來之後呢 它會依據這個感覺訊息 受器 接受刺激的部位 到底是哪裡來的 然後它到赤丘這個地方之後 幫你投射到那個對應 負責管理的地方 你看看 所以它就是一個訊息轉接站 這個工作看起來很基本 但很重要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錯亂 好 所以它是感覺訊息的轉接站 它用比較構造面的說法就是說 這些感覺 感覺訊息傳回來的過程當中 會在這個地方形成輔助 因為你要轉接嘛 所以這個神經源就要換手一次 所以一定要在這地方換手一次 好 這是一個神經系統在運作的時候 需要這樣的角色的存在 那至於下世修就有的記了 你看喔 那種立即性的呼吸 心跳 血壓 立即調整我們身體機能的正常 讓你的生命得以為實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身體的機能是屬於是 需要長期調節的事情呢 這種就歸夏世修管 短期的事情就歸那個炎腦管 所以你看夏世修管什麼呢 管你吃飽了沒 餓了沒 對不對 然後講說在這個泌尿系統的地方有提到的 它管我們身體的水分的平衡 對不對 所以有關於食慾 然後有關於滲透壓再來管你的體溫恆定 有沒有看到 好 因為滲透壓接著衍生出來的問題是什麼 當它影響到那個 比如說像腎臟再吸收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那同度 同度會影響到誰 它會透過水分的調節而影響血壓 對不對 好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應該也會跟你們比較有關的 就是睡眠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又會去影響睡眠 所以你看管的這些事情 都跟我們身體的身體機能 但是屬於就是類似比較內分泌這樣的角色 就是緩慢條件的 這個都是微臺管的 對 OK 了齁 那另外它還管這個比較這個原始的部分 是相對像那個什麼 性慾 還有那個情緒 這兩個都是原始的部分 所以動物的話 一般它們那種求偶的表現 那個主要引發的那個行為的展現就是由這地方 然後情緒的部分這邊管的是比較那種原始的 比如說呢 你會覺得食物好 莫名其妙 就是你會覺得很交叨不安 然後一直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然後等到看到食物的時候 一切大概都明白了 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那種什麼話 實在沒有 就是 就是覺得做也不是 戰也不是 有沒有 走到假地班不太對 走到乙地班不太對 走在這裡 你看到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頓時 心中有一個很舒坦的 心情放鬆下來的感覺 有沒有 動物也會喔 動物 如果你看那個 不管它龍西邊的動物 你去想像一下 有一些 你去動那個什麼 寵物店 你會看 例如說那個媽媽狗啊 不在動 你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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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 他跑過去的話 為什麼 老化子是什麼 你公開幫牠那個食物的 然後牠有一點食物 或者幫牠加餘水這樣子 對 然後你再想一下 噢 你會體會來這條 會原始的情緒 反正這樣子 所以你有 那種 那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也是原始情緒 就是走到路上 然後發現了 欸 奇怪 一直不自覺的往某一個方向上 然後走到一個地方發現了 原來你在跟著一個男生 然後等那個男生那個回頭 對你笑一笑的時候 欸 頓時之間心情就很開朗了 噢 對 頓時之間 心情就很開朗了 你的心慾沒有那麼直接啊 就是大概類似想像這樣 所以那個動物有沒有 牠有沒有在求偶寄寫的時候 一直一直會追著那個 那個異性的動物 那個個體 基本上也是歸這樣 好吧 那以後你就要我行慾上的合理解釋了 所以 啊 搞定了 所以 尖腦 補完最後一個了 一二腦式在大腦 第三腦式在尖腦 然後 第四腦式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第四腦式在這個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一 一二腦式 左右邊嘛 然後往下 一二腦式通通會通到第三腦式 那第四腦式是一個狹隘的空間 就是往下 這邊有一個很狹窄的管道 進入到腦幹 然後呢 第四腦式主要是在腦幹的後方 跟小腦色之間 有沒有看來是這塊 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第四腦式 所以一二三四 再往下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狹窄的空間呢 所以腦奇異化會進入哪裡 腦奇異化會進入到 基隕堆 所以到時候我們講積水的時候 你會發現 積水的中間有一個小小的空氣 那個地方也是提供腦記憶的存在的 好 手關腦的部分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有沒有看 這邊全部都是高二的 那可以到底背起來 看到嗎 好 功能區域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有一個小細節 因為等一下馬上講積水 所以先讓你看一下 那腦部的話 基本上很有可能 真的是為了要讓神經起胞 有一個比較充足的空間 所以他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安排 到時候我們看那個豬腦的時候 就是你一定要有兩刀 一刀就是這樣切 因為要徹底切成像這樣子 你才能夠做這樣的果命觀察 可是另外一刀呢 緊接著就是這樣切 所以你就可以切出 你就可以切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原來腦切開之後 你如果也就可以看得到 兩個層次的顏色 它的外面的顏色 表面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裡面的顏色會比較淺 所以通常我們把 外面比較深的部分 我們把那個腦切開之後呢 看到內部的補免構造當中 表面的顏色比較深 顏色比較深一定看表面 好 所以大腦的話呢 它的表面的部分 是皮質 然後比較深層的部位是水質 重詞很熟悉吧 腎上不是用過 腎皮質 腎水質 腎上的表面的區域 跟腎上比較核心的區域 對不對 然後大腦的皮質是灰質 但是 它的水質顏色很淺 噢 近乎是白色 那這個就是白質 表面的顏色之所以比較深 是因為大腦做一個很可怕的選擇 噢 它把細胞體 下面有一張圖 你可以看一下噢 它把細胞體集中在表面上 然後那些白的地方呢 白的地方就欠缺細胞值 沒有細胞核 沒有這些什麼 包氣痘痘等等 不是沒有包氣痘痘 比較少的包氣痘痘 尤其細胞值的量比較少 所以白質是纖維 比較密集的地方 所以這邊就不會有細胞核出現 所以相對顏色就比較淡 比較白 OK 這隻大腦在細胞跟纖維上面 事實上它有安排一下 這個空間的分部 噢 所以大腦這個分層很清楚 噢 灰質在表面 白質在裡面 你看 做大的處理為什麼有一點風險 想像一下 你現在這一顆腦 它的上面是什麼 這個地方 就是乳骨 所以也就是說 腦的表面就是緊貼的乳骨 而乳骨的外面 對不對 如果現在腦遭受到一些撞擊的時候 那你這個地方是不是可能會造成一個比較直接性的衝擊 那難道你細胞體放在表面 那腦不會受阻嗎 所以算 這算是一個比較高的風險 可是放在表面很有可能 因為你看 表面跟裡面來說的話 放在表面真的有可能可以營造出更大的空間 然後放更多的沉靜元 好 但這是有風險存在的 所以我們乳骨的保護就很重要 OK 所以長大之後的乳骨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框框 然後那個骨片已經響起來了 很緊密 對不對 所以假設 乳骨的架構安全的話 一定程度的話可以減少腦的順傷 但是它就是它的極限 劇烈的撞擊 基本上這個對腦來說是一個很 比較大的潛在的隱憂 所以你看安全帽有沒有 安全帽不是都帶有彈性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架構 它裡面不是都變那個海邊 對不對 那有一些是很那個直電保利鴻那種 其實保利鴻不太好 保利鴻有點引路 所以撞擊的時候 其實那撞擊力還是會很強 所以其實最好是還要一層那種 比較那個吸震效果好一點的 那種泡麵電牌那種 只是在高熱的情況之下 你會有風變那樣子 因為那個會有那種味道 要不然的話那個反衝其實跑很多 那那絕毛也有個問題 有些人是這樣短一點彈有沒有 然後趕斷掉 摔側 你摔側的時候是 假設是側邊摔 這邊先碰地 然後這邊還有一點那個那個高度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就往一下 剛好 頭去給它 往一然後趕快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所以你看那裡 那裡 289 289的下面 所以如果你把腦給切開了 然後 他的 外側是灰石 然後內側是白石 接下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脊髓 那邊 那邊就說一遍 放入冰箱 這裡有一個脊髓的橫剖面 那脊髓到底位在哪裡呢? 請再翻到294頁看一下 我們的脊髓基本上會在脊椎骨 我們的脊椎骨是一塊一塊的骨塊 那這個骨塊的形狀呢 它可以由下往上這樣一塊一塊疊上去 然後疊上去之後呢 它會有點像卡住一樣 以前不是熱蘭骨頭有沒有看過? 喔有 那個冷嗎? 對啊 蠱蠔冷 我們那時候有看到脊椎骨嗎? 我不要再解了 那個反正很清楚 那所以你看喔 我們都會解讀 欸 脊髓 所以應該是在脊椎骨 被脊椎骨包在最裡面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這張圖 那我已經花得夠傳承了 其實脊髓在哪裡? 脊髓它是 假設這是骨塊 這是脊椎骨的話 其實脊髓它是在脊椎骨 比較靠後側的邊緣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 你再往那個後面看 脊椎骨的後面有不規則狀的凸起 就假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脊椎的話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仔細看這個圖 是不是有一些往你的背部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不規則狀的凸起骨? OK喔 所以脊椎沒有真正被整個脊椎骨包起來喔 它不是位在脊椎骨的核心喔 它其實是在靠後側邊緣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但是原則上它還算是骨塊 骨塊的一個包含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講脊椎 這個用詞也沒有錯啦 好 那所以這個脊椎骨那個部分 你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骨塊跟骨塊之間不是有軟骨嗎? 噢 椎尖盤噢 墊著 噢 所以我們才能夠這個減少那個 骨頭之間活動的時候 噢 產生可能產生的這個磨損 好 然後接下來 為什麼要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如果把脊椎直接放在骨頭的正中間 絕對會造成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擦掉在架構裡面 你現在腦要延伸出墊線 但脊椎也要延伸出墊線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放在脊椎骨的正中間的話 你到時候那個墊線出來 是不是要先經過那個骨頭硬硬的地方? 對 真的很不方便 但是不能放在正裡面 放在後面的地方 可是又要方便它的墊線 所以你看 又怕它受傷 所以你看這脊椎骨 然後它的往後側這地方 有一些不規則的凸起屠 這樣就可以保護那個脊椎了 然後整個脊面的部分呢 它大致上下一個橫躺的這個橢球形 然後一切開 你就非常明顯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兩種顏色的分布 然後裡面呢 那個圖案呢 又有一點 有一點幾次 就是你看到顏色的區分裡面 腦的皮質是灰質 然後它的水質是白質 可是到了脊椎的時候 脊椎的皮質 跟隨時顛倒過來了 你看這個圖 它的皮質變成是什麼 它外側 外側這個部分變成是白質 也就是說 脊椎它選擇把神經纖維放在外圈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像蝴蝶狀的這個構造 是它的水質 那這裡是 它集中神經緣的地方 所以整個天倒過來了 脊椎的灰質變成在裡面 所以脊的灰質 脊的灰質是在表面 而脊椎的灰質卻是在裡面 所以它會把那個 這個細胞體跟纖維的安排的位置 脊椎 這樣有沒有看到 那接下來 脊椎有一個一定要會認的 一定要會認的 就是哪邊是靠背部這邊 哪邊是靠肚子面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通常是利用灰質來看 因為灰質當中 那個比較寬的那個角落 這個叫做副角 積水的灰質的副角比較寬 然後它的背角 背部的角落 比較長 我這畫在那裡是比較 有點過分的 那這個地方真的會比較瘦一點 就好像有點越來越尖的感覺 那這邊真的會比較寬 所以那個副角比較寬 背角比較長 所以合理來說 那個題目如果在考你圖形 因為你只要講反射的時候 朋友可能都會去畫到極旋圖 所以這個時候 常常都要講那個方向的問題 所以它應該要讓你有那個 那個參考的圖形 認得出哪邊是背側 哪邊是腹側 要不然那個訊號的傳進傳出 會有問題 大家為什麼要去強調這個呢 因為訊號神經 神經的接法呢 訊息要進來走這邊 所以這邊是入口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集球要接連絡神經元的時候呢 那個連絡神經元會從這個地方 把訊息收進來 那訊息要出去的時候呢 訊息要出去 基本上就走這個地方 所以進來 所以進來 是從背部出去的時候 是從腹部 你看 那所以 這個地方 中間 中間 這裡 就會是連絡神經元 對不對 那誰負責把訊息送進來 當然就是感覺 神經元 所以集球的構造真的不是那麼難 好 因為它輪廓就只有這樣子 就是你把那個白紙跟灰紙認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 師長 訊號入口出口 好 那所以出口 出口應該就寫動氣 所以出口的地方 出去的另一個點線 應該就是圓洞神經元 所以這個問題會比較麻煩 所以要是會認背角跟腹角 然後剛剛講那個 腦脊液 腦脊液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也會往下流動到脊水裡面 所以你現在在看那個橫剖面 那個蝴蝶的中間 這邊 不是有一個小小的洞嗎 大概在這個附近 有一個很小的洞 這個洞 只是臉要記憶一點的 這樣OK嗎 好 所以從脊髓的角色來說 我好像就插掉了 從脊髓的角色來說 剛剛插掉的那個部分 我們身體的範圍這麼廣 對不對 但有很多的訊息又要傳到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脊髓就是一個很方便可以路過的地方 你看 所以脊髓可以協助大腦收集訊息 跟傳遞訊息出去 你看 所以你表面上 橫切的時候可以看到的訊息的傳入 或傳出當中 但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它要協助大腦對不對 在大腦想要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所以表示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應該也要訊息的傳遞 所以當感覺訊息進來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還要再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傳到哪裡去 傳到經過腦幹 對不對 經過肩腦 然後可能投射到大腦的感覺區 同樣的運動區有一個訊息發出來了 假設它現在要控制你的手的活動 對不對 所以運動區發出一個訊息出來之後 可能又從上面往下傳 對不對 然後經過腦幹 經過脊髓 傳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呢 再轉到運動層體裡面出去 你看好 所以用這個方法 那我們的電線就不會太亂 但是用這個方法就變成 這個上傳到腦部 或腦部遐傳下來的這個很多的訊息 事實上都需要借用積水 你看好 所以這時候它把那個部分的神經纖維 放在這個地方 這是合理的 這樣的話就可以做那個垂直方向的這個訊息的傳遞 所以再回去看那個神經系統的架構圖 那這一切就會比較合理的 好 那所以它的第一個重量的功能是 它可以協助大腦完成訊息的傳遞 不管是傳回來還是傳出去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路過的一大路線 那疊開這個部分不談 它自己本身有沒有能夠談得上檯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呢 脊髓基本上呢 它一般我們都直接簡單的記 它負責肢體反射中疏 既然來自我們手腳軀幹的很多的感覺神經緣 跟運動神經緣都一定要路過的 對不對 而反射動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你要減少訊號的傳遞 最好是從接收受氣沒有多久就傳給動氣 動氣就反應 然後盡量不要上傳給大腦 所以你看我現在如果感覺虛擬穿進來 然後到時候轉出去 轉到哪裡去 轉到大腦 然後再轉回來 轉回來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再透過運動神經緣出去 那這樣路太遠了 所以打不如乾脆這樣子想辦法 那感覺虛擬進來之後 運動神經緣出去 然後動氣就反應了 等一下就更快了 所以就省去了我們大腦的那一段 這樣絕對可以爭取思想 所以肢體反射 我們就可以借助脊髓這個特質 所以它是肢體反射中疏 僅限肢體反射中疏 視覺聽覺反射歸血管 所以你被砲嚇到跳開了 有血管 然後對貓喊一聲貓跳開了 視覺聽覺反射歸中然後歸 那你起碼要記得這個例子 因為你少背兩個字就想想說 你如果把脊髓背成反射中疏 這才很誤會的答案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能夠記得眼腦的咳嗽吞嚥頭吐 這些反射那就更好了 所以就會知道說 不是所有的反射都歸脊髓管 只有肢體的反射歸脊髓管 那還有一些狀況的反射 為此我們生命機能怕你掛點的那一種 剛才講的動腦管的事情 還有眼腦管的反射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表示不是所有的反射都歸脊髓管 但肢體反射 我們可以就近利用這個架構 然後可以完成這個避免肢體受傷害 驅幹那個受到衝擊 好傷害的這種反射動作 這樣就很好了 好大的架構大概就結束了 這是中樞神經腦跟脊髓的部分 好然後剛剛有提到有一個 還記得有沒有好時間 有沒有提到這塊 這塊邊緣系統有沒有 邊緣系統前面這邊大致上沿著哪裡 沿著平肢體的上面跟側邊 有沒有 然後所以這邊顏色看不出來 這裡還看得到 有沒有 好上面跟側邊 這是邊緣系統 那向後面呢 一直到這個地方都有 然後你看這個290頁下面的那張圖 好邊緣系統一直向後面延伸 延伸到這個模型已經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看得到了 好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海馬回 另一個叫杏仁和 然後再向上延伸 有沒有 你找到那個平肢體有沒有 好這整個就是叫做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的話 基本上它負責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原始的情緒反應 好 剛剛講的就是 你那些比較那個莫名其妙 然後會有那種這個抓狂 然後一些 坐在那邊 然後奇奇怪怪就笑起來的 之物之類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種就是水比較原始的情緒反應 然後再加上記憶 這個地方 玩你短期記憶 也就是宏蘭老師講那個有沒有 就是講那個被那個電話號碼 這些事情 短期記憶基本上 大概是八個字母 八個字元的這個大小 只不過電話號碼 通常要舉現在這個範圍 這個猛老師講到這段的時候 就比如說 學校的電話7240042 對不對 然後你正在被 或者正在念7240042 有一個告訴你這個號碼 你就會開始默念一下 7240042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呢 這個 這個突然間旁邊有人大喊的一個名字 某某某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把那個 7 可能是 724 給擠掉 所以可能就記得那個電話號碼的頭或尾 因為突然間那個很強烈的訊息 進來之後剛好三個字 三個字呢 會擠掉剛剛那個那個電話號碼的幾個數字 所以這個電話號碼瞬間 就慘破不全 然後硬塞了幾個字間 所以短期期基本上很快 你看到配單字的時候 只要單字很短就是很快 你念一次 基本上 搞不好這個瞄一下 那個連同那個字母的排列組合 一起都背起來了 對不對 可是呢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辦法 牢牢的讓它烙印在你的腦袋裡面 就是變成是長期記憶的話 那這個記憶很快就會消失 所以它的處理方式就是這樣子 就是邊緣系統這個地方 它先去處理你的短期記憶 然後這件事情呢 如果不斷的有這個刺激器 短期你是反覆的撲送 反覆的撲送 對不對 然後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訊息 轉交給誰? 轉交給大腦這邊 轉交給大腦額葉這邊去處理 好 所以等到訊息轉到大腦額葉這個地方買的時候呢 如果大腦額葉這個地方 有一些神經元 正式建立了一個有效訊息 所以有一些神經元呢 開始一直幫你留住這個訊息 那接下來等到這個神經元之間呢 重新建立新的電線和電線關係 比如說有兩個神經元 它們本來這個不太有訊息交流 那因為你現在在背一個東西 背背之後呢 在那個地方的神經元之間呢 誒 產生新的那個那個 神經纖維的分支 然後讓兩個神經元之間開始有訊息交流 所以建立了新的突出之後 就表示這個訊息正式變成是長期記憶 所以長期記憶不要在這個地方建立才有效 如果你只是一直利用管期記憶去記憶的話 它很快 但你的記憶容量比較少 所以要長期記憶的話 還要配合大腦額葉 這個記憶基本上才會持續的比較長久 那至於長期記憶要維持的很久 那就要看當初在大腦額葉這個資料庫 留下這個訊息的時候 那個神經元之間的合作關係密不密切 如果當時候 負責留下這個記憶訊息的 神經細胞之間的連結關係越密切的話 那你這個記憶可以維持很久 難道有一天忘記了 可能只要簡單提示一下 或者是如意回想一下 你就可以拿回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長期記憶在建立上面來說的話 還有額葉上面的配合 但短期記憶的話就是歸證明管 它要管一些比較原始的情緒 對 別人系統在學習上面來說 基本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的環節 好吧 幾張表基本上都是方便記憶的 但是那個291頁的這一大張表格 看一看 應該就好了吧 以前 以前會考到這麼細 我們那個年代真的會考到這麼細 我們現在都不用背這個 好幸福 好 順便提一下 補充一個資料 292頁的下面 剛不是講說大腦表面有腦膜 有沒有 大腦表面呢 總共有三層的腦膜 然後緊貼著頭骨 緊貼著頭骨的那一層叫硬腦膜 然後緊接著下來的第二層叫蜘蛛膜 然後貼著你的大腦表面的軟組織就是軟腦 所以我們腦膜總共有三層 硬腦膜 蜘蛛膜 還有軟腦膜 好 那你現在我用三根手指來看 現在呢 硬腦膜 蜘蛛膜 軟腦膜 三層膜 就是總共夾的兩個是兩層的空間 這兩層的空間就是腦脊液在腦表面流動的空間 我這樣放置很大 其實它很窄 所以它只有那個液體緩慢的 在這地方流動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比如說 如果你這地方呢 那個液體堆積過多 腦部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壓過性 所以腦壓過高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那種經常性會頭痛的那種 有時候可能只是腦壓過高 因為有聽過這種說法 就是因為你的腦脊液堆積過多了 因為上面是 上面是骨頭 對不對 然後那個膜薄薄的 中間的空氣層下階 所以幾乎快要緊貼 那那麼狹窄的空間 你知道堆積的液體多一點的話 那這個時候腦就會受到壓過了 OK 好 然後這是一般腦膜的組成 它會配合腦式 然後形成腦脊液的循環流動 所以腦脊液要循環 那腦脊液是腦跟脊髓 它們在交換物質 養分或代謝肺物或氧氣的主要的空間 你知道嗎 好啦 這樣明天應該就可以講周圍神經了 現在誰倆吼的 很好 阿 melody ghan lumzzo 芭 во accEN 在 Aaron 他從賀